今天是2024年10月1日星期二 三年前的今天 周深版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收录在新华网出品的音乐专辑《百年》当中 接下来是一篇名为《2024周深为何现现集》的文章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与其说《周深为何现现集》 其实文中更多的是提到了周深的演唱会 所以话题 周深演唱会为何现现集也顺势登上了文娱热搜 有推荐的小伙伴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全文 内容大概说的是 2024年演唱会市场进入到了内卷阶段 但是在票房缩水市场乏力的大环境下 周深的演唱会却能够逆流而上 成为全年演出市场的最大亮点 周深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情感 强大的号召力 以及全方位的创新设计 使其929赫兹巡回演唱会成为了线线级的文化事件 无论是舞台设计影响团队的支持 还是每场专属曲目的编排与温馨互动 都为观众提供了极具沉浸感的体验 就拿这次北京鸟巢演唱会来说 当周深献上经典曲目大鱼时 20米长的大鱼道具 缓缓飞行于光众席上空 营造出宛如深海般的浪漫氛围 这一设计被玩友们盛战为史诗级的浪漫 此外周深还特别选择了长期未开放商用的 北京欢迎你歌曲作为专属曲目 沾显出周深队演出细节的独到用心 不得不说周深团队成功打造出了一场场 现象级的演唱会 逆势掌获高票房并成为市场焦点 向行业证明优质内容和精细化设计 依旧是破局的关键 恭喜周深 也期待之后的周深演唱会 最后 周深也将为2024王者荣耀 KPL年度总决赛现场主题曲 看见我 该曲目将于10月2日 也就是明天正式发布 周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这首歌曲的风格关键词是热血 不得不说 周深与王者荣耀的每一次合作 都没有让人失望过 期待一下这首全新作品 你是如何评价周深的演唱会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诚心